大排档 大家都吃过吧 不管你来自南方还是北方 不管你是打工人还是人上人 如果你和我说 你从来没有吃过大排档 那 那你是真的有钱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在地球的另一边 国外的小伙伴 他们是不是也有大排档 如果有 那国外的大排档 他们都吃些什么 今天就让我为大家解开这个困扰 有一个多世纪的困扰 美国大排档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周小周 我们今天来到洛杉矶最著名的海滩之一 Redondo Beach 这里今天真的是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ick 人山人海 到处都是人 不过我们今天来到这里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为了体验 美国最著名的海鲜大排档 走的 这儿的海鲜的品种真的是五花八门 什么样的都有 看 这有clubs 有muscles 还有这种 我也不知道这叫什么 然后这边还有各种各样的罗类 各种各样的贝类就有好几种 你想吃什么 我要吃龙虾螃蟹 龙虾螃蟹在那里都有 好 这边还有好多 我都要吃 说深水少许 12块9毛9 龙虾大小有三个不同的品种 在这边点完螃蟹之后呢 后面就有一个大的蒸笼 就直接呢 这边的螃蟹一会儿就上蒸笼就蒸就好了 好 四块 高度 高度 好 三块 三块 四块 几个一分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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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几个一分钟 好 几个一分钟 5分钟 几个一分钟 试试 试试 看 几个一分钟 五 放縱 七 七 看我們這舊單環境是不是純天然 怎麼了 這幫吃貨你看看 像不像鏡頭前的你們 好 我們所有的東西都齊了 怎麼樣 夠不夠打開當的感覺 這個是剛剛真熟的 你看現在還冒著熱氣那裡 太誇張了 瘋狂的在往外飆直 有點超過的路邊吃 出草 那這樣 如果這期點燈超過五萬的 那我們下一期就去拍最精緻的分子料 耶 兄弟啊 不好意思我要對你下手 我們那邊花了三塊錢租了一個小錘子 這個是美式龍蝦的金水 只要是海鮮 美國人都是用黃油來配海鮮 就跟我們中國人用醋配海鮮是一個道理 是一個道理 來 你一個 給你一個 Look at that 太野蠻了我覺得 我幫你開一個吧 你想吃我的吧 我幫你開一個 要不然你打不開 太野蠻了 哇塞 你看看這裡面太誇張了 要不你吃那個我幫你嚐嚐你這個 我就知道就是這個結局 你看看這個龍蝦有多酒水 超級新鮮 因為剛剛從水裡拿出來的 所以呢整個的龍蝦巨嫩無比 我來了喔不客氣了 太Juicy了 因為是剛剛捕撈上來的龍蝦 所以呢我這一手拿著吃 怕吃一身都是 然後呢另外一手拿著龍蝦肉 你看你看你看 誇不誇張 誇不誇張 好 核心部位來了啊 你看這龍蝦味有多大 這隻龍蝦尾 我的手這麼長 龍蝦胸 你看我們的粉絲做出了貢獻 哇塞 這龍蝦尾和雞腿一樣 我先去了啊 去吧 去快樂星球吧 我真的要去快樂星球 你看 你看 那除了龍蝦之外呢 我們還點了兩隻 看過去非常迷你的螃蟹 尤其是和這個龍蝦擺在一起 你看拿到我手上的時候 顯得還蠻大的 視頻前的小伙伴 有沒有人知道這種螃蟹是什麼品種 你看這蟹腿 超級大毛腿 每個人的身上都有毛毛 而且毛毛還很刺 哇哇哇哇哇哇 螃蟹君 對不起啦螃蟹君 我得對你下手 這個螃蟹可能 他的身體應該就是沒有肉 哎呀吃了個寂寞 這兩隻螃蟹18塊 什麼都沒有 蟹腿底 非常稀疏的肉 这次给你 谢谢 它的肉真的是甜的 就是有一点那种感觉 就放了一点点微糖的感觉 这个跑上去的肉还挺好吃的 只不过那肉太少了 还不够撒牙缝 今天的这顿美式海鲜大白档吃完 感觉还是非常满足的 吃海鲜嘛 最看重的就是鲜活 还有什么比坐在码头 吃着刚刚捕捞的海鲜 更让人心满意 只是看着夕阳西下 想的这顿大白档 竟然花了两百美金 对于囊中羞涩的我来说 突然倍感心痛 唉